各位同工,大家好,今天想讲讲高中ICT科,有个topic叫tools development,二宝马 这个topic,tools development,挺难够好,因为都挺抽象 原因是电脑表达负数是有些困难,我们用一个4bit的例子来说明 例如0,就会是4个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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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1 但负1又怎样,负1的负数在电脑里面不能直接表达,因为它没有负好 它只有0和1这两种数字,所以我们要想一个办法表达负1 以至到1加负1等于0,这个就是1,0,0,0,1,0就是4个0 这里我们放些什么,以至到两个商家有机会出现4个0 在最后,我们可以逐个看,例如这里我们应该放个1 为何,因为1加1等于10,这里有个进位 接着0加1再加什么变成0,很明显,也是另一个1 这里再次进位,如虽来推,进位,进位,进位 最后就会出现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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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多出来的1 其实没办法记得到的,因为本身我们是4个bit的情况 其实这个已经是定bit,所以这个1基本上是自动消失的 于是我们找到一个方法表达负1,原来就是4个1 所以我可以填到这里,这里应该就是1,1,1,1 这里看来其实很古怪,负1竟然是4个1 真的跟我们的common sense都不是很类似 我们再看一看,例如2,2就是0,0,1,0 因为0,0,0,1加1就是0,0,1,0,逢二进一 负2其实就是负1再减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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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减1就是1,1,1,0 所以大家看到负2的 LISA都很奇怪,就是1,1,1,0 怎么看都不像负2 所以我们随便遇到一个例如1行头的数字例如1010 根据Tools Complement我们知道这个负数 但是负多少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知道 就是没有直接的方法可以知道 通常用一些特别的方法 例如将0变1、1变0又将这个结果加1 就是搞一轮才能够转到 但其实这里有一个捷径 捷径就是这样 我们当这是1位、2位、4位 本来这个是8位来的 但是我们知道凡真行Tools Complement 1行头的数字就是暗示是负数来的 其实我们可以直接将8写成负8 捷径就会等于负8再加4 但是因为4位这个数字是0来的 所以我们不用加了 接着到2了 2位是1所以加2 最后1位是0 就是不用加了 所以答案 负8加2就是负6 所以这个其实是负6来的 我们可以用这个捷径的方法 就是来查4个1 究竟转到10进是多少呢 事成片都很简单 因为这个是1位、2位、4位 然后1行头 暗示是负数 所以这个本来是8写成负8 即是多少? 负8加4位加2位加1位 因为这些全部都是1 所以答案就是负1 绝对加1 绝对加1我们原本的写法 这个方法绝对是快 比我们现时传统教科书教的方法 而且还可以调转来用 例如我想找负7 它的二宝码是多少呢? 因为它是负数 所以第一个bit一定是1行头 只剩下3个bit 我们暂时不知道是什么 但其实很快就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1 我们知道它的value 或者它的对应值是负8 而后面这些1位、2位、4位 我们将要进行加数 跟着问题就简单 负8加多少才能够变成负7 很明显了 负8加1就搞定了 所以后面这3个bit 自然就是0、0、1 因为负8加1就得负7 这个方法还可以扩充 例如我们有8bit的2scaliman code 都一样可以照用的 比如这个1、0、1、1、0、0、0、1 我们知道它1行头负数 但负多少呢? 我们可以写下它的位值 1、2、4、8、16、32、64 最后这个本来是128的 我们将它写成负128 所以这个等于负128 再加32 再加16 再加1 这个等于负79 当然调算都可以 例如负43 10进制 转回到toothcomplement code 负数行头 所以1字头 就是负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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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1、2、4、8、16、32、64 现在问题就是负128加多少会变负43呢? 答案是要加85的 这个刷4、3、26、8、4、1、2的exponent 是容易些的 85就是64加21 21就是16加5 5就是4加1 所以64呢 16呢 4呢 1 我们把1 其他都是0 所以答案就是1、1、0、1、0、1 这些答案大家可以用传统方法去查它究竟是否对 但这里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这个方法会work呢? 特别是这个位 行头1的位值我们设置它做负8 其实我们只要看这条式就知道了 如果我们计算了一个自动消失的1 而我们又不计那个正负号 基本上这个在10进制来说呢 其实是16来的 是不是? 这个是1位、2位、4位、8位、16位 而这里这四个1呢 如果我们不理tools commitment 就这样转回到10进制呢 其实它是15来的 所以某程度上1、1、1、1等于多少呢? 其实就是15减16等于负1 就是说就这样将这四个1呢 直接转回到10进制15 再减10000的10进制的数值 就是16 那就找到1111其实就是负1了 但是二进制得的地方 其实这个减16呢 其实可以分到两次减 就是减8再减8 原本这里四个1呢 都一定有一个8位 因为这个基本上是负数 一定是1行头 所以到了8减8 即是没有了 即是没有了一个8 基本上这个就是0 再减8 咦? 就直接将这个变成负数 所以效果就变成了 好像第一个1呢 一定是代表一个负数的位值 负8这样 而这么对呢 即是第一个数是1行头呢 暗示是负数呢 亦都配合 即是align了 tools commitment 二宝马本身的设计 所以这个方法其实是挺好记的 亦都挺好用 值得各位同工去试一试 好 今天讲到这里了 拜拜